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两输入单的雨飞门来替换 就构成了基本S飞R飞锁成器 由于雨飞门对输入的低电频敏感 所以用S飞R飞表示输入信号 字母加上上面的胆横线一起作为输入信号的名称 表示输入信号是低电频起作用的 这种S飞R飞锁成器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下面我们分四种情况来分析它的工作原理 首先分析S飞等于R飞等于1的情况 我们假设电路的初态Q为0 显然Q单的状态0 反馈到下面那个雨飞门G2的输入单 会强迫G2的输出Q非等于1 而Q非单的状态1 反馈到上面那个雨飞门G1的输入单 使得雨飞门G1的两个输入都为1 于是G1的输出Q等于0 可见电路的输出没有变化 如果电路的初态Q为1 Q单的状态1反馈到下面 那个雨飞门G2的输入单 使得雨飞门G2的两个输入都为1 于是G2的输出Q非等于0 而Q非单的状态0 反馈到上面那个雨飞门G1的输入单 使得G1的输出Q等于1 可见输出Q也没有发生变化 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无论电路的初态为0 还是1 当输入S非等于R非等于1时 电路的输出状态保持不变 同时也说明锁程器对输入的高电瓶是不起作用的 此时电路的功能 跟飞门组成的双态电路相同 可以用来称出一位二进制数据 接下来讨论第二种情况 当S非对于1 R非等于0时 假定电路的初态Q为0 当R非等于0着用于门G2时 门G2的输出Q非为1 而Q非单的状态1 反馈到上面那个宇非门G2的输入单 使得宇非门G1的两个输入单都为1 于是门G1的输出Q等于0 此时 即使R非端从0变为1 由于Q单的状态0 反馈到下面那个宇非门G2的输入单 G2的输出Q非仍然为1 门G1的输出也仍然会保持为0 如果电路的初态Q为1 当R非等于0着用门G2时 会强迫门G2的输出Q非为1 而Q非单的状态1 反馈到上面那个宇非门G1的输入单 使得宇非门G2的两个输入都为1 于是门G1的输出Q从1变为0 Q单的状态0反馈到下面那个宇非门G2的输入单 维持G2的输出Q非等于1不变 此时 即使R非单的输入信号消失了 门G1的输出仍然保持0不变 可见无论电路的初态为0还是1 S非等于1而非等于0 将使锁成器之0 或者称为辅位 输入信号消失后 新的状态将被记下来 再讨论第三种情况 当S非等于0 R非等于1时 假设电路的初态Q为0 当S非等于0 主用于门G1时 会强迫门G1的输出Q为1 而Q单的状态1 反馈到下面那个宇非门G2的输入单 使得宇非门G2的两个输入单都为1 于是G2的输出Q非等于0 Q非单的状态0 反馈到上面那个宇非门G1的输入单 又会维持门G1的输出Q等于1 此时即使S非单的输入信号消失了 门G1的输出仍然保持1不变 如果电路的初态Q为1 当S非等于0 主用于门G1时 门G1的输出Q仍然为1 而Q单的状态1 反馈到G2的输入单 使得宇非门G2的两个输入单都为1 于是门G2的输出Q非等于0 Q非单的状态0 反馈到上面 那个宇非门G1的输入单 又会维持门G1的输出Q等于1 此时即使S非单的输入信号消失了 门G1的输出仍然保持1不变 可见 无论电路的初态V0还是1 S非等于0 R非等于1 将是锁成器之1 或者称为直位 输入信号消失后 新的状态将被记下来 最后讨论第四种情况 S非等于R非等于0 对于宇非门而言 当其中任何一个输入单为0时 无论Q和Q非原来是什么状态 都会强制其输出为1 于是会出现Q等于Q非等于1的情况 这是一种非定义状态 也就是说锁成器的输出 既不是0态 也不是1态 即状态不确定 当S非和R非同时回到1时 由于两个宇非门的传输延迟时间 通常会有差异 锁成器的输出 最终会稳定在1状态 还是0状态 事先我们是无法确定的 假设两个宇非门的传输延迟 完全相同 这Q和Q非就会同时变成0 反馈到宇非门的输入单后 两个输入单又会同时变成1 如此反复就会出现锁成器的两个输入单 在0和1之间震荡的情况 从而失去对它的控制 总之 S非等于R非等于0时 锁成器的状态是不确定的 因此在实际应用时 宇非门锁成器的输入信号 应当满足S非加R非等于1的约束条件 下面我们小结一下前面的内容 基本S非R非锁成器的功能表如下所示 表格中的四行内容 就是前面讨论的四种情况 当S非等于R非等于1时 锁成器保持数据不变 当S非等于1R非等于0时 锁成器被值0 当S非等于0R非等于1时 锁成器被值1 当S非等于R非等于0时 锁成器出现非定义状态 可见基本S非R非锁成器 也具有数据保持值0和值1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基本S非R非锁成器的工作波形图 假设锁成器的初态为0 其输入信号的波形如图所示 输出单Q Q非的波形是什么样的呢 根据锁成器的功能表 就能画出输出信号的波形图 刚开始时 Q等于0 Q非等于1 当值1脉冲到来时 Q就变为1 Q非变为0 此状态 一直保持到值0脉冲到来之前 当值0脉冲到来时 Q变为0 Q非变为1 此状态 一直保持到下一个值1脉冲来到之前 当第二个值1脉冲到来时 Q再次变为1 Q非变为0 之后 由于S非等于R非等于1 输出状态将一直保持不变 接下来 看看基本S非R非 锁成器的等效逻辑图和逻辑符号 逻辑图A是大家比较习惯的表达方式 逻辑图B中的宇非门使用了其等效符号 符号输入单的小圆圈强调输入信号是低电频有效的 图C 这是基本S非R非锁成器的常用逻辑符号 方框外侧输入单的小圆圈和信号名称上面的短横线 均表示输入信号是低电频有效的 最后 我们来介绍基本S非R非锁成器的一个应用实力 我们知道 机械开关在节通或者弹开时 由于弹晃片的弹性颤动 除点会在短时间内多次接通和弹开 出现如图所似的抖动现象 使VO的逻辑电频在0和1之间出现多次跳变 因机械开关结构 几何形状 尺称 以及材料的不同 开关除点颤动的延迟时间也不同 从数毫秒到上百毫秒不等 当我们用这样的机械开关作为数字系统逻辑电频的输入装置时 就可能发生错误 那如何消除VO上出现的多次跳变呢 下面的逻辑图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案 它利用基本S非R非锁成器的承除作用 消除了开关除点颤动所产生的影响 称为去抖动电路 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锁成器的输入 锁成器的输入 S非R非 直接与单刀双置开关的两个除点 A和B相连接 假设 假设刚开始时开关S的动出点与B点结通 使得S非等于1 R非等于0 锁成器被直0 当开关S由B搏向A死 在开关脱力B点的瞬间 R非端会产生抖动 但并不影响锁成器的状态 接着 开关的动出点会悬空 使得S非等于R非等于1 Q仍然维持0不变 当开关第一次 触碰到A点时 会使S非等于0 Q单状态 立即翻转为1 此后 即使除点抖动 使S非端出现高低电频的跳变 也不会改变Q等于1的状态 当开关由A搏向B时 开关抖动的情况和锁成器的工作 与上述情况 与上述情况类似 于是得到Q单波形 可见 开关每次变化时 锁成器只翻转一次 消除了VO上的抖动 好 用宇非门构成的 基本S2锁成器的电路结构 工作原理 逻辑符号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再见